一万金币的价值 王者玩家 一万金币 我连个英雄都买不了 吃鸡玩家 一万金币 也就购买五六克宝箱 我的世界玩家 金币 我只知道钻石 火影玩家 何方就是我的再相适合 各游戏补偿机制4 游戏系统再次出现罢了 所以补偿每个玩家 一千点券 王者玩家 吃鸡玩家 我的世界玩家 你看看人家 你靠不上 我啥也不送 啥也不送 假如游戏可以互通 金币又没了 王者玩家 把你的金币给我用用呗 可以啊 你拿去用吧 你帮我问问飞车玩家 能不能把他的点券给我 行啊 你要点券可以 不过你要拿你的钻石给我换 钻石啊 没问题 我让我MC兄弟送点过来 MC兄弟 我给你点券 你给我点钻石呗 点券 我用不了 不过钻石我可以去给你挖一点 谁能给我的迷你币啊 今天起床感觉有点感冒了 去医院看看吧 医生医生 我有点流鼻涕 你知道我是哪里出问题 就在昨天 轩哥在医院碰到了海默 海默看着轩哥 发出了嘎嘎嘎的笑声 然后对轩哥做了全面的检查 那里出品的症状态 那里出品 那里出品的症状态 那里出品 那里出品 真好呢 小白蓝 等我当上村长 我会做更新的睡法 我瞧瞧 看树 要破碎 松小麦 要破碎 小宽 也要破碎 我看一以上的睡 看一以上的睡 要破碎 我靠 好我靠 要破碎 小占只吃 也要破碎 我 你映过 我 你也要破碎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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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朋友们 你能当cen 吃个啥人 吸收 游 给 物思 让我看看 看看也要破碎 透透透透 旧可最 Einstein 戚死我了 十лично老兵 申请出书 申请出账 也要破费 你是故意找茬是不是 找茬 也要破费 我那个骚张 我那个骚张 也要破费 再加一条 玩狗 也要破费 走路要破费 再加上 打早上的你叫啥呀 你个啥 哪些震撼人生的瞬间 诶 又来广告了 拥有了这台超级手机 你就等于拥有了一台 照相机 一台摄像机 一台游戏机 一台MP5 一台平板电脑 居然有这么超前的科技 拥有这台超级手机 就等于拥有了一台学习机 翻译汉堡 新的蜜蜂 翻译一下 和平围墙建立 翻译一下 哎呀 我学会了 妈妈 我要买这个 当超市结账时 你妈想起有东西忘买 哎呦 妈忘买个东西 儿子在这儿等我啊 妈那你快点 你好 我妈刚才去拿你 我妈刚才是 我说说她都没拿 你等会儿我妈刚才是 我妈刚才去 你好 一共185块2 我扫您 我没有 我让我等她 你让我妈回来 儿子咋了 妈妈 我是贝尔格里尔轩 由于我的飞机失势了 导致我迫降到这片孤岛上 这片天气十分寒冷 我现在只有一块猪排 一瓶纯金水 还有一块绷带 我必须想办法在这孤岛上存活下去 求生第一步就是要解决食物问题 在这个孤岛上 我是不指望能找到什么可以吃的东西 哦 快看 那是什么 野生的猪排树 有些已经熟透了 掉地上了 赶紧收集起来 这下够我们吃一阵子了 食物问题虽然解决了 可是我现在已经连续跋涉了三天三夜 我已经感觉到体内的水分正在快速流失 所以我准备在这里挖一口井 不过我并不奢望能找到什么水源 哇 快看 我挖到了什么 孔庄纯金水 食物和水的问题都解决了 但是在岛上整天下雪 气温非常低 不行 我已经扛不住了 太冷了 我们要在天黑之前 找到一个适合做庇物所的地方 不然我肯定得冻死 哇 快看 那是野生大别墅 赶紧进去看看 哎呀 瞬间暖和多了 食物有了 水也有了 要是再来一套保暖衣就更好了 这就舒服多了 真是美好的一天啊 过年时轻奇的狠人行为 来 轩轩 给你的牙手钱 谢谢姑姑 你坐啊 我去洗点水管 哎 轩轩 怎么了 舅舅 你的头发这么长了也不剪 走 舅舅带你剪头发去 这样的亲戚你喜欢吗 轩轩现在有对象了吗 暂时没这方面打算 没事了 感情这个事情不着急了 来 轩轩 你大家表演个节目 还多尴尬呀 为了人家孩子干什么 没事 轩轩 咱们不表演啊 轩轩 快把你那些手帮拿出来 给弟弟玩一下呀 不不不 我不玩 要是被我弄坏了就不好了 晚上玩手机的我 好吗 好吗